-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曾志强 今天是12月15号,现在是下午的2点40分 昨天的Lite当中,我们提到了在昨天10点40分的时候 我们分享了这个盘中最及时的分析跟报告 昨天给各位了一句话,叫做提防外资的两手策略 提防,昨天用了这样的字眼,而不是用一个正面看待 或者是用一个乐观,或者是还不错 我们说的是提防 提防了外资两手策略,那当然今天回过头来 昨天外资小买超,可能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盘没什么事情了 这是今天指数,盘中最低点101点 那可能有些投资朋友,盘中急着去做追空 然后就回盘,又整个急大上来 为什么叫做两手策略呢? 两手策略就是所谓多空都想赚 而不是单手策略 如果只做空,或者是只做多的话 这就是一边,单边的策略 所以我说现阶段你要提防外资的两手策略 如果说你这个不会做的,那当然很容易就被扒来扒去 所以一般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很多投资朋友会忽略一件事情 忽略什么事情,就是没有策略 很多人自以为他是有策略的 但事实上那是没有策略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现阶段所谓的策略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至少你要知道 你接下来外资他们的动向 一些大户的动向,还有一些业内 或者是一些官国的动向,他们到底打算做什么? 你可能会问说阿强老师,这怎么可能可以判定出来? 为什么不能判定出来? 为什么不能判定出来? 这个当然你要看筹码,以及对于一些法人大户的了解 那比较细节的部分,阿强老师明天教学讲座再讲好了 因为这种判定的方式,可能老师朋友一般坊间你也看不到 你甚至也听不到,我问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不是业内出身的 很多人没有带过外资 所以你外面的教学很多都只教技术分析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 两种策略其实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你要去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很多好朋友要看这个盘要光盘 那我就请问各位好朋友 为什么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他要开始采用两手策略?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先前外资一入大卖全职股 那我再请问各位 可能很多人看这个盘要光盘 那我再回过头来请问各位 为什么呢?在这个时间你开始要采用两手策略 你有没有发现外资策略开始转变?为什么? 来给各位看一档个股 这是2330台基点 如果单纯就线论线来说的话 一波下沙带量收在最低 这一天爆量砍在最低 砍了两天再破底 诶? 要动吗? 这是台积电的长期走势 量出在什么位置? 各位好朋友,这是台积电的长期走势 周线 周配线 连两周带量沙 第三周量收小红 这是先前高档的时候 这是台积电 盘要崩盘 你觉得呢? 各位所谓好朋友 再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件事情 为什么外资现在要开始采用两手策略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件事情 这是新台币 这是新台币的日K线 一般来说不是大逃杀吗? 如果今天是股会双杀的话 就是大逃杀 没错 新台币为什么这么强? 往下是升值 往上是贬值 你难道不觉得新台币很强吗? 所以我昨天才跟各位讲说 这是一个外资两手的策略 细节的部分 我想是接下来会一步一步 在明天的教学讲座当中 告诉你为什么外资要怎么做 并且会告诉你 关顾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这样子你的策略才会清楚 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很多投资朋友没有策略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可能主要只看到眼前 什么样的股票是强势 他就想要做那档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的只有一种策略 哪一些股票是强势 就做那档股票 哪一些股票是弱势 就空那档股票 这就是所谓没有策略 标准的没有策略 你自以为有策略 但是其实那是没有策略 为什么? 我们再讲更细一点 因为阿翔老师以前 你在银行金控待过 专门负责教育训练 我们底下旗下的一些业务人员 我当时常常跟底下的一些 这些业务同仁说几件事情 你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帮你的客户 要先规划好 一定要先规划好 就像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为什么阿翔老师这几天 一直跟各位讲说 天上的行星不如地上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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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回过头来 因为我们在帮客户规划的过程当中 现阶段新进来的会员朋友 绝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够反败为胜 都是希望能够反败为胜 我举一个客户的例子 这是当初他很后悔 没有听阿翔老师说 五十七八块的时候 赶快把旺宏卖掉 他听了一大堆其他的老师说 No Flash全球大缺货 他认为旺宏当时在那时候买进去之后 能够一路喷 他就是这一天被骗进去 这一根 短底好像打出来了 这一天完全被骗进去 后来也不舍得听学 那我们来去算一件事情 我以这个客户的例子 我帮他做了一个思考 我也跟他沟通这样子的观念 拉自己去思考 爱认同 来你看各位好朋友 纵使你现在不是会员 你也要去思考你的策略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的目标是想要反败为胜 但是假设你今天跟我的客户一样 之前不小心听信别人的节目 听信报纸的利多 听信那些看图说故事的 跑去买二生生气的旺宏 你今天卡在假设是58块钱 你买了你的成本58块钱 今天收盘收42块4 假设今天是42块要涨到58块钱 请问他涨幅要多少 42块涨到58块钱 总计涨幅要涨38个百分点 请问各位所有好朋友 旺宏要涨38个百分点 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 你先思考这第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去做一个对比 当然这一档股票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2515的中工 你也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大底部的起涨 我们来去算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当初我们在6块9的时候去买 比这更早 这一天 这样一波上来 6块9做到8块4就赚了差不多23 24 接近24个百分点 好 我们来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你看 这档股票 当然我不是一定是指中工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今天你套牢在58块的旺宏 现在是42块钱 42块要涨到58块 代表你能够回本 而且是反败为胜 这是你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对不对 但是它的涨幅必须要来到38个百分点 这样子的幅度 当然这样子的幅度 我们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这幅度 我想你心里也很清楚是困难的 但是当一档股票 它是由第一档底部去做一个起涨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不一定是指中工 而是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假设 假设中工的部分 假设中工的部分 当时你在它还没有涨之前 跟我们一样 在这种长期大底低档先买好 它这样子一波上去 假设它是一波上去 涨了38个百分点 哪一个是比较容易的 你听得懂阿翔老师 今天要表达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阿翔老师 为什么一直这几天一直强调 我们今天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你今天没有策略 每天去追逐强势股 那个就是所谓的没有策略 或者是你每天去看空股票 然后想说去空落势股 然后想说赚个便当钱 做个短线赚个钱也好 那也是没有策略 我们今天来股票市场 是要能够长期稳定赚钱 那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所以为什么阿翔老师的会员人数这么多 因为我们长期稳定的获利 能够长期稳定的获利 不代表每一支股票都赚 所谓长期稳定的获利 是指是一种策略清楚的 一个大赚小赔的一个过程 长期稳定的获利是一种目标 但是我们其中间的一个策略 都是非常清楚 每一步每一步的在规划 就像现在新的会员朋友进来 我们要规划的是什么 目标就是帮他们反败为胜 但是目标既然是反败为胜 很多新的会员朋友进来 他心里也其实很清楚 他原本的持股 要涨回到他原本的进场的成本 那个是几率性跟这个时间性 都要拖得很久 几率又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看就像我刚刚所举例的 你今天旺宏要涨38%回来 跟一档在低档底部要起涨的股票 就像我们明天在教学讲座当中 要跟各位现场所沟通的 里面的几支股票都是中低价股 都是长期大底部股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在长期大底部的股票 要往上冲出来涨的市场容易 还是说万宏这样的跌生反弹 弹上来涨市场哪一个比较容易 所以还是地上的黄金 再来我们来做另外一个比较 这档股票大家非常热门 一大堆散户喜欢讨论 这个是周K线 技术能力很强 我说过我并不是不看好3D感测 我只是想要用一个策略的方式 让各位去能够明白跟了解 我们再来去同样再去算这个问题 你如果前面没有做到文贸 我们来这个时间点 今天289块 我们算290块钱 请问各位 你假设你一样 你是在这个所谓的旺宏 你现在已经赔了38个百分点 假设你已经赔了38个百分点 意思就是说你要反败为胜的目标 就是38% 对不对 好那我请问各位 假设你今天人家 你现在不会都说吗 弱势股要换成强势股 你被骗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 假设你是把旺宏的资金全部砍掉 然后换成强势股 目前来看的穩帽 对不对 好同样的资金290块 买进穩帽 请问各位 你要赚多少钱才赚得回来 一样是38% 因为你同样的资金啊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你要涨38%回来 而且还有可能还要更多 因为这数据比较细的问题 好那请问母帽 他现在假设他今天说289.5% 我们算290 290块钱要涨38% 要涨到多少钱 400 然后我就请问各位 买在底部要起涨的股票 要涨38%比较容易 还是稳帽要涨到290 要涨到400%比较容易 这就是所谓策略跟目标的定定 各位所有好朋友 这就是阿翔神所今天想要表达的 这也是我们办教学讲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要交给现场的所有好朋友 你就会明白 你来现场你会明白 为什么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讲天上的星星不如地上的黄金 因为你闭着眼睛不管怎么算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想要反败为胜的情况之下 你想要回本的情况之下 你能走的机会最大只有一条路 就是选择那些地上的黄金的股票 没有了 你说你要去追空 看你自己啊 随便你啊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最稳定最有把握的机会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你当然有机会去反败为胜 阿翔老师也不当然不能跟你说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你的规划目标目标是反败为胜 规划是朝选地上的黄金的股票走 你会发现你的走的路是跟别人 你的策略清楚 你的目标明确 你的规划跟下一步都会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一定会问到说 底部要起涨大底部往上攻的股票到底在哪里 各位好朋友明天现场有武当股票 明天现场有武当股票 你现场来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这武当股票怎么看 左看右看 都是大底部起涨 所以阿翔老师从11月份以来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很多投资朋友真的很喜欢做电子股 我讲了一整个月要去买飞电 之前不是业长 一波上来了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你明天来现场 你其实你把你的眼光放得更开一点 不要只专注在你所盯的那几档股票上面 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的佛学当中所说的 信水心转向由心生啊 一切法向由心想生啊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想要反败为圣 但是你一直陷入泥闹当中 在原本的泥闹当中 你根本不可能反败为圣 很多好朋友他只能选择被动的抱着原本的股票紧紧抱住 等待着他反弹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一个方式 什么都不敢做 当然这也是人性的问题 这也很正常 但是当我们能够去找出这样子的股票的时候 这样子的股票的时候 那其实很多问题他可以迎认而起 就像我们明天现场会讲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奇怪了 为什么大股东的持股竟然增加了快一倍幅度 增加持股比重 一档好好的股票 在第一档整理了八个多月 完全都没有动 为什么持股增加那么多 一般大股东是最了解公司内部的人 当然我知道他为什么 因为会有追单 追加订单 因为前景是看好的 为什么前景看好 现场我会直接告诉你 也不会尝试 也不会任何的盖牌不可能 现场就是直接告诉各位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为什么要直接告诉各位 因为现在有太多投资朋友 不小心套住 在11月份那一整个月的时间 不小心被人家骗进去买一大堆电子 然后现在整个套牢严重 那套牢严重的情况之下 要能够反败为胜 你的目标一定是锁定地上的黄金的股票 这是最有机会的一条路 所以说各位说话好朋友 明天的教学讲座 当然我们会先跟各位讲说 大盘到底怎么看 外资两手策略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阿翔老师昨天讲外资是两手策略 叫你要提防今天马上盘中杀到了跌白点 然后尾盘又因为成分股宣教的关系 又拉到只剩下跌四十几点 但是这个盘真的稳定了吗 外资两手策略 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方式是什么 你要懂 明天我会交给你 当你懂了 听了完全明白之后 你就不会像今天 昨天霸来霸去 昨天追高今天杀低 杀低之后 最后今天尾盘在强迫嘎空 你会发现你这几天不懂策略被拔来拔去 但是当你懂了 你就会明白 昨天十点四十分 为什么阿翔老师叫你要提 来我们剩下的最后一点点时间 两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一定我的东洋 你应该看过 因为我之前资料报告都送过了 你那时候可以买到这里 奇怪你看今天大盘指数跌盘中跌这么重 OTC也在跌 生气股当中的东洋 没什么事情还在讲 还把昨天的黑K马上就吞掉 来 大家看不上眼的 之前想说阿翔老师怎么会介绍这种股票 我管他的会长就好了 为什么会员朋友这么新的阿翔老师 这我今天没有买 这我今天没有买 因为我之前在压回我就去低阶了 我先前上车然后压回再低阶 今天创新高 阿翔老师涨不多 终于你那个下跌的好吧 不是这样吗 25112太子 最后一点点时间提点 现在房市的状况 我不能说它已经完全落底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呢 新建案的厂公司 有新建案的营建商 反而是好事 有案在手 太子大概未来几年有差不多五百亿的案 比较危险的是持有中古屋的投资客 新建案一直推出来 价格压的一个比一个还低 可能会想说 阿翔老师那这些 这样建商不是会亏钱吗 不会啊 因为他们成本更低 他只是稍微让一些利益出来 会亏钱的是中间 那个在中间 可能有前几年 好多房仲 跑去自己投资一些房子 现在比较危险 阿翔老师讲这个 只是客观的陈述事实 如果说 节目前面的投资朋友 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不是在指各位 我没有特别这样子讲 我只是客观的陈述 现在的市场状况 如果有不小心得罪各位的 有些不小心 已经踩到痛处了 阿翔老师要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好啦 今天废话就不多说了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明天教学讲座 下午2点在台北 你可以来电预约您的座位 但是我要先提醒 现在座位所剩不多 如果你太晚看到打电话来的 我不能保证明天 你一定会有位置可以坐 如果早点看到 那你就打来先问问 看还有没有位置 线上也可以报名 不过线上报名的处理时间 会比来电更慢 如果真的需要位置 还是你如果愿意站着听 阿翔老师 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不喜欢 有投资人站着听歌 为什么 因为以前有投资人站着听歌 我都觉得 我讲到一般我都觉得 后面他站得好辛苦 很想给他一杯茶来喝 所以还是请各位 要先提早预约你的座位 好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下午2点台北见 好 谢谢各位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